詞曲 李宗盛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51面 我们讲到别教的菩萨道的修行的位置 在大圣起信论 他把别教的菩萨道 他认为整个核心在修菩提心 大圣起信论的菩提心 他分成三种菩提心 第一个叫做性成就发心 这个性成就发心指的是谁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外凡的 这种实信位的菩萨 实信位的菩萨 他这个菩提心是怎么建立起来 生性业果修食善业 他就是透过对大圣佛法的一定的信仰 对无上菩提的一种薄弱的艳丽 然后对因果的信心 那么好好的调伏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所以按照这个起信论的说法 菩萨道在前半段 是谈不上六度的 也就是以智力为主 那么这个实信位的菩萨 当然他就靠着对大圣佛法的信仰 对无上菩提的愿力支持的自己 当然摇摇晃晃的走过了十个街位 花了一万大姐 到了内凡位 内凡家行位 这个不一样叫做解行发行 内凡位的菩萨道 他除了信仰跟愿力以外 他多了一个礼观的智慧 就是空甲中的三观的智慧 实柱的空观 实行的甲观 到实惠相的中观 那么这种三观智慧现前以后 他修六度是怎么修呢 大圣其信论给他八个字 叫做随顺法性修学六度 这六度怎么就随顺法性呢 举一个例子 他说这个内凡家行位的菩萨 他布施怎么修呢 他说以知法性无千贪固 随顺修其谈波罗蜜 说他为什么修布施呢 他只有一个道理 因为我要随顺中道的法性 而当我的心要顺从中道的时候 法性是不能有千贪 有千贪就不能有法性 有法性就不能有千贪 我为了要随顺法性的缘故 我必须弃舍千贪 所以我修布施波罗蜜 还是这样修的 也就是说他整个都是法法消归真无的法性 我为什么要持戒呢 因为法性里面没有破戒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修忍入呢 因为法性的内涵 没有称心这个东西 所以他整个六度 完全是以意念真如法性的理官来做引导的 所以他这个菩提心 就是随顺法性的菩提心 这第二个 不像前面的 完全是一个断恶修缮的一种信仰 那么这个两个都递钱 不管外凡内凡都递钱 到了分圣祭入了出地以上的菩提心 叫做正法心的菩提心 这个正法心呢 大正学生也给他八个字 叫做无有境界法身显现 前面的内凡的理官呢 他关照的是法性 就是因地叫法性 但是你成就以后呢 法性转成法身 所以 法身就是有功德的受用了 那是有果地功德了 那法身那是能够显现暴身 显现硬化身 那是有功德下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境界像脱落了 法身显现了 这是夜暴身的这种法 他从这种夜暴身转成法身了 所以 他说外凡的信仰式的菩提心 内凡的法性的菩提心 到了地上的菩萨呢 叫做法身的菩提心 他是用法身显现菩提心 我们来看 什么叫法身的菩提心呢 我们看分正即佛 分正即佛者 实地圣种性及等觉性也 出欢喜地 明见到位 以中道观见第一异地 开佛眼 成一切种智 行五百游巡 出入实报无障碍土 出道保索 正念不退 得无功用道 谁可化机缘 能百戒作佛 八项成道 利益众生 好 分正呢 什么叫分正呢 就分破福明 分正法身 叫做分正 当然这个时候 他的法身显现了 他不是在阴地的 只是随顺法性 他是有法身的妙用 这个地方包括谁呢 包括实地的圣种性 即等觉菩萨 我们知道 大正的圣道 跟小正的圣道不一样 小正的圣种性 他正得空观就圣种性 但是 诸位 我们刚刚看过 他内凡家行为 虽然叫内凡 还是凡夫 但是按小正的标准 这三十星 十柱十星 十徽相 都是圣人 你看初柱断见后 七柱断失后 是不是 所以 我们不要看 哦 这个是 这个是大正的内凡 那是凡夫 不是的 因为他没有正入中道 的真如 所以叫凡夫 但是如果正得空性 他肯定是够了 要以藏通两价 他早就入圣位了 所以 圣道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小正的圣道 正得空性就圣道 入圣位了 就分正计了 大正的圣道 对不起 要壮道的思想 要法身显现 你必须要急攻急脚急中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才叫圣位 那么圣位 为什么叫实地呢 这个地方呢 要取这个大地 有三种功德 第一个 不动意 因为这个菩萨 从一种凡夫的 有所得心 叫随顺法性 到最后 法身显现以后 他能够不动 不为一切顺利的因言所动 他的菩提心 就像大地一样的坚固 第二个 人生意 那么 他的整个菩提心 来自于他所射受的 三昧神偷的功德 入了出地以后 任运的增长 他不要作业了 就像这个船 他死到大海以后 就是这个船 刚开始离开大地的 离开陆地的时候 这个地心引力 会把他拉回来 所以他进进退退的 很辛苦 但是一旦离开了地心引力 这个船到了大海 自然的前进 人生意 大地能够生草木 就是说 这个出地的菩萨 那一念菩提心 能够生起广大的 三昧神通 无量的功德 第三个 富宰意 这个大地菩萨 就像大地能够 富宰一切的万物 不管你是干净的东西 脏的东西 大地是盖瓜成寿 就比喻这个大地菩萨 这个大悲心 平等的教唤一切的 善因缘 恶因缘的众生 这个是指的 这个 带有法身的菩提心 这种三种功德 不动意 人生意 富宰意 所以叫大地 我们看第一个 出欢喜地 那么出地 为什么叫欢喜呢 因为清正法身 盛大欢喜 前面的外凡内凡 都是在思维 中道的法性 在这个地方 主理思维 但是到了欢喜地 他经过长时间的 一大阿甄之节的休息 终于清正法身 所以他觉得 这一路走来 终于有了成果了 所以盛大欢喜 建道会 已经清正中道的实相 他以中观的智慧 建第一地 开佛言 成一切种智 行五百游行 出入时报 无障碍徒 就是出到保守 跟佛陀住同一个家 就是 可以说是 身在佛家 身在佛家 他有三种功德 第一个正念不退 他的念头 很自然地 念念 犹如萨伯洛海 跟中道的实相相应 不像前面的内凡位 他必须要不断地靠回向 当他偏空的时候 他必须用 这个众生跟佛道 的相状 把他拉出来 他如果偏有的时候 他必须用空观的智慧 把他相状再消一消 所以他那个前面的内凡位的菩萨 要不断地修正自己 他的念头 经常会失恋 失去重道的正念 但是出地菩萨 他任运的 就能够跟空有的思想平衡 得无功用 他的进步 是自然的 不用刻意了 第三个 从他立他的角度 他能够有因缘的话 出地菩萨可以在 一百个没有佛的世界 视线做佛 八项神道 利益众生 我们说明一下 如果这个众生 是该他教化 那么出地菩萨就现佛神 其他的菩萨 就一佛出世 千佛父子 就做他的弟子 这个菩萨 法生菩萨是互相帮助的 等到 这个众生的因缘 是归另外一个法 出地菩萨 那你就现佛神 我就做你的弟子 就是说 他只要有 这个众生 有跟他有缘的众生成熟了 那么就互相帮助 那么出地菩萨可以在一百个世界 二地在一千个世界 乃至于十地 地地十倍的增长 干什么呢 利益众生 这样子 在没有佛教的地方 建立佛教 出现散保 来 利益有情 这个是出地 我们看二地的 二地到这个 十地 二 离构地 三 发光地 四 宴会地 五 南圣地 六 现前地 七 远行地 八 不动地 九 善会地 十 法云地 各段一品无名 正一分中道 这个十地 这个十地菩萨的功德 古德 把它用十波罗蜜 来配对 就是出翻洗地 是不失波罗蜜圆满 离构地 是戒波罗蜜圆满 就是说这个人 乃至于在梦中 都不换戒了 离构地 他的戒恨亲近 发光地 是忍波罗蜜圆满 他的智慧 可以使地 他安忍不动 四 室内宴会地 是精进波罗蜜圆满 他能够不断地保持进步 第五 南圣地 南圣地是禅定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圆满 六 现前地 现前地是波罗蜜的智慧圆满 七 远行地 方便 这个是方便波罗蜜 前面的智慧波罗蜜 偏重在空观 这个方便波罗蜜假观 就是方便善巧 那么方便善巧有两个 一个是回向方便善巧 一个是拔跡方便善巧 这个拔跡 是直接地去救度众生 回向是透过间接的回向 第八 怨波罗蜜 不动地是怨波罗蜜圆满 这个拔跡 在别教是有意义的 因为 阿赖也是的业力 他的转变有两个 不动地前踩舍杖 金刚道后一手空 我们上一集课有讲到 就是你的业力 什么时候改变呢 第一个八地 第二个成佛 八地是怎么改变 因为八地的菩萨 他的寄生我是被破坏 所有的业力要得果报 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概念 就是你没有我 这个业怎么能够成形呢 所以八地菩萨 他的整个有落业力 第八世的阴眼破坏了 他只有业没有力了 没有力当这个东西了 他不然的就得果报了 因为他的分别我子 寄生我子都破坏了 不动地 就上慧地 上慧地是力波罗蜜 包括修行力跟施责力 修则力指的是修行的行动 施责力指的是慧解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上慧地 菩萨成就事无外变 使法因地 法因地是至波罗蜜严满 他的大法治饮 寒重得水 他能够有两种的功德 第一个受用法乐制 第二个成熟友情制 法因地 那么以上各段一品无名 各振一份中道的法身 我们看最后 更破一品无名 入等爵位 一名金刚星 一名一身补处 一名有上士 那么到了实地以后 最后 再破一份的身相无名 无名 有深入一遍 这个身相是最初的 一念妄动 最伪戏的 最坚固的那个无名 就入等爵位 那么等爵位 一名金刚星 金刚星 为什么等爵后星叫金刚星呢 因为那一念禅定跟智慧的心 不为一切烦恼所坏 而能够坏一切法 他那个禅定 身体那个中道 急功急甲急中的智慧 已经是非常坚固了 这个时候叫一身补处 善差一身就补佛慧 又一名有上士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智德大师他把菩萨道 开始用出地来分叛 他认为地前菩萨道的菩提心叫元修 不管你是智慧也好 不管是菩提心也好 都是要假借阴言 外在的阴言 你必须要借一种力量 你的心要借一种力量 或者借空观 或者借假观 或者借宗观 才能够让你保持中道 而成就菩提心 叫做元修 到了地上的菩萨 他的心不必靠空观 也不必靠假观 也不必靠中观 他的心直接的跟中道的法身 直接接触 叫做真修 那么他这个真修的过程当中 他肯定经过断间事后 他要修空观 前面的实柱他修空观断间事 那么他断间事跟一般的生物人断间事 有什么不同 古德讲出一句话 来形容大政菩萨是怎么断间事 他说 人正慧节不取正 永服务信账如奥罗汉 菩萨观一些法空的时候 他的智慧 有人力来取正于小正的 这种偏空涅槃 但是他不取正 他从阿罗汉的偏空涅槃门前走过 他借用小正的空观 来断除如梦如幻的见识 他的慧节足够取正 他不取正 但是他是勇服信账 他勇服断间事的烦恼 就跟阿罗汉一样 所以说断烦恼不一定要入偏空涅槃 小正的圣人 错解了这个道理 他以为不入偏空涅槃 好像烦恼又会猜出来活动 菩萨也没有断 也没有正到阿罗汉 他照样的从涅槃 他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他还是没有烦恼 所以他这个地方说 人正慧解而不取正 永服务信账如阿罗汉 就是说这个菩萨 一路走来到出地之前 他也经过小正的借位 但是他修而不正 好 我们看最后的究竟极佛 究竟极佛者妙觉信也 从金刚后心更破一品无名 入妙觉位 坐连花葬世界 七宝菩提树下 大宝华王座 献圆满报身 为顿根菩萨 转无量四地法轮 究竟极佛是妙觉 他的法身 从出地的法身到这个时候 破了十二品无名 正的十二品的法身 这个法身叫不适一法身 叫妙觉法身 那么他从金刚等级 金刚后心以后 更破一品最后的身相无名 入了妙觉的佛果 那么他的佛身是怎么献的呢 坐莲花葬世界 献大宝莲花 在七宝的菩提树下 大宝华王座 这指的他的一报 他的正报 献圆满报身 前面的藏通两教 不管是脸应生 或者代理的圣应生 都是有老病史的 但是 这个佛陀的教化是 短时间的 但是别教的佛陀 那不是 那是有始无终 敬畏来祭 广度有情 因为这个圆满报身 他是没有结束的一天的 那么现在这个报身佛 为顿根的菩萨 就是说这个菩萨 他必须要 他修中道 必须要研修 他要空甲中 四第三关的因缘 才能够顺入中道的法性 转无量四地方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藏通两教在修行 跟大乘的菩萨道的 思考模式不太一样 就是说 藏通两教 他知道人生很多痛苦 但是他觉得 解决痛苦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消灭它 你给我痛苦 那我就 帮你给三界的因果消灭 入片宫列盘 那么大乘菩萨 他也知道人生是痛苦的 你每一次在三界受生 都有老病死的折磨 他也知道 但是他的态度 是转变它 他走着在心态的改变 所以 就是说 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看 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 大乘菩萨在 外凡之良位 乃至于内凡的家行位的前半段 在十柱之前的菩萨 共生文修学的 很多地方跟生文化 没有太多差别 除了他的菩提心以外 他的智慧操作 是以空观为主的 你甚至于他在整个外凡的资良位 畅尾越让积极资良 几乎等同凡夫 但是他们的形态不一样 他们要改变生命 而不是断命生命 这个是很关联 就是说 你这个人是不是大乘总性 就看你对三界是什么态度 你想消灭它 你有这种概念 那你的思想的导向 应该不是往菩提的方向走 除非你改变 你的思想可能会先到涅槃去一趟 就是你成佛之前 肯定要先到偏空涅槃去一趟 因为你想消灭它 第二个你想改变它 那就不一样了 那你的跑道是往菩提的方向走 就在这个地方 一个断面的概念 跟转变的概念 第二个 别教的佛还是有位无人 前面的藏通别的佛都是有位无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正着出地以上 还落入别教 没有这种情况 按照天台的叛教 当然天台中 他必须根据他的教法 一路的这样顺过来 但事实上 没有人正得法身的 还在别教的 还在赐地上官 没有这回事情 过程 可能他空假中 但是一旦的出地 诸位法身只有一个 你不能说出地 别教的法身 跟言教法身不一样 没有这回事 严修可能不一样 过程不一样 法身只有一个 所以他一旦入了出地 对不起 他入了言教了 他可能前面的思想是不圆满的 是赐地上官 一旦入了法身 他一定入言教 一心上官 法身 因为如 只有一个 一如无二如 所以到了 其实按照天台的叛教 别教的佛等同 言教的 恶行 十住十住 第二行 他破了十二品无名 言教的出注 破一品无名 这一份法身 他等于是恶行 第二行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说明 你先知道一下 别教的出地以上 都是有位无人 没有人 到了出地 还待在别教 没有这回事情 好 我们看官法 此教名为独菩萨法 以戒外道地为出门 无负二称而能皆通 通教三称 既被皆后 皆明菩萨 不负明二称也 好 这个官法分两段 一个入道出门 跟死法成正 那我们看这个别教的出门 此教名独菩萨法 别教啊 没有恶成人 没有僧文人 也没有圆绝称 因为他一定要发菩提心 甚至于大乘请信论的说法是 菩提心是主修了 空脚宗旨是兼修而已了 所以他这个 你不发菩提心 你不可能做别教的 就是说 你的观念还留在断面生命 那你不可能做别教了 以界外的道地为出门 他以三界的道地 这个道地当然是指的是 菩提心修学六度 以六度 指接修六度为出门 无腹二称 而能接通 当然他也可以把通教的立个人 关一切法空 他如果能够关到一切法不空 而发起菩提心 这个菩萨就能够转入别教 那么通教的三称 既然被别教所接 那当然是大乘菩萨了 就不再是二称了 大乘的菩萨道 按照别教 古德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就是外凡的菩萨道 叫做四项的菩萨道 外凡 身心悦果 修习十善 内凡的菩萨道 是理性的菩萨道 依止法性 修学六度 因为法性没有迁滩 所以我修布施 等等 那么圣位的菩萨道 就出地以上的菩萨道 叫法身的菩萨道 是理事无外的菩萨道 急功乞脚急重 那么第四个是 佛位的菩萨道 那是事事无外 一位无量 无量为宜 所以整个别教的菩萨法 这个道地 就是六波罗密 它有四个阶位 外凡内丸 圣位到佛位 是理 理事无外 事事无外 四种都不懂 这个菩萨道 越来越严满 越来越精妙 我们看仁恶的死法成称 我们先念一小段 使法成称者 一 源于登地中道之境 而为所观 迥出空有之表 二 真正发心 普为法界 那么每一个教派 都有它的称 就是你 你当然佛法的修学 不是你这个哲学家 只是想要 想出一个道理 佛教的是要去实践的 要去改造生命的 改造生命 当然你就必须要有车子坐 那么前面的藏中两教的车证 只能够从生死 遇到偏空的涅槃 这个车子就全排休息了 这个别教以后的称 总共从生死 而经过涅槃 然后最后 趋向无上不底 这个车证是 不是走三百游行 走五百游行 直骑保索 那么当然你这个车证要启动之前 你必须把车子的质量准备好 准备一些油 准备里面的质量 大圣菩萨也是这样子 你要准备两种质量 第一个正知见 中道的知见 他言中道的理性为所关键 而超越空有之表象 大圣佛法 你要走之前 先知道什么叫中道 就是说 你先不管你做到做不到 至少你讲得出什么是中道 你的什么叫做 油如莲花不着水 亦如之夜不足弓 当然我们仿佛一做事情 就都这么极端 可能要嘛就什么事都不想干 要嘛就执着 一做事就执着 要嘛就是我不干了 就这样 就是说 这都没关系了 就是说 你做得到做不到 是因为是的 但是你的思想要正确了 就是至少你知道什么是中道 那么这样子 你就有什么好处呢 你会保持进步 因为你的思想 就是以你生命的引导 如果你连什么中道都不知道 你就不会进步了 就不会进步了 就是说 我们会换错 这个很正常 关键是 你换错以后 你有没有能力自我调整 我讲实在话 修行人啊 别人跟你讲什么 通通没有用 通通没有用 因为你不会听的 一个人的生命 只有自己改变自己 因为别人跟你讲话 你就认为 他在这样对立面 在讲你 所以你最好知道 什么是真理 然后你有一种 自觉自审自调的能力 你不要失望别人会纠正你 不可能 因为讲理你也不会听的 因为讲理你也不会听的 一个菩萨大教进步 只有一种可能 自己去要求自己 你没有这种自觉 你就没希望了 而自觉来自于证件 就是说 你起码 你做不到中道 你起码中道是长得什么样子 你要知道啊 什么叫做不偏空不左右 什么叫做名利不可征 义务不可值 你先把这个平衡的中道 到底先了解 当然你做不到 但是先了解 这第一个 政治界 第二个真正发行 这个也很重要 你也先管你自己做 先不要管做到做不到 你能够为整个法界 先把你的自我意识放下 为了佛道 为了众生 许下你心中的目标 上求佛道 下滑众生 就是说 你在行菩萨道之前 你的菩提心 跟中道的证件 这两个是基本的 先管做不到 做不到 先把这个 这两个目标 确定下来 好 那么你这两个资粮 有了 我们就有资格来看看 往后怎么走 三 安心止观 定爱会策 四 次第便破三祸 五 是次第 三观为通 见思成沙 无名为色 传传简教 是色令通 六 调式三十七道品 是菩萨宝具陀罗尼 入三 解脱门 正中无漏 七 用前藏通法门 筑开十项 八 善知性 筑 行 相 地 等 庙 七位差别 终不为我 刀即上圣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 三到八 这个是一个过程 这过程 第一个 安心止观 定爱会策 那么 当我们有了正之见 跟菩提心以后 当然第一个 菩萨道都是由内而外的 没有人说 你一开始就走出去 想干什么 先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么当然你要先面对自己的颠倒妄想 就修止观了 但修止观一开始 都先修止 先修定 在极境当中再去修观会 但是修禅定的时候要注意 定爱会策 因为 极境 会有种快乐的感受 因为你一个人很躁动 你的内心会有很大的压力跟负担 因为你这个不随顺法性 那么他心静下来的时候 他会产生灯爱 这个时候你要用空性的智慧来调伏自己 这个禅定的极境也是虚妄 也是骗击词的 躁动向是执着 极境下 他也是执着 所以你看大圣佛法动静恶向 了然不生 他远一两边 那么当然他也可以用菩提心来策划自己 用空性的智慧来策划自己 总而言之 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不能产生灯爱 是赤地骗破散祸 以空观破见识 以假观破成杀 以中观破无名 当然他前面的空观破见识 他断货而不取证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 第五你要知道修学赤地 三观是通达的 见识成杀无名是闭设的 你要传传简校试晒令通 什么叫传传简校呢 我们前面说过 你一开始走路就要有证件 有愿力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把我突破 这个时候你要静下心来 先不要往前走了 到底你问题出来哪里 为什么这个障碍 这个妄想我老是过不去 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我的传定跟智慧的不均等 或者空观跟假观的不平衡 太空性太沉闷了 或者太躁动了太攀岩了 你一定要传传简校 你在每一个阶会有障碍的时候 你都要自我检查自我反省 找到问题的问题根源 到底是什么情况 让你必在不通的 第六条式三十七道品 是菩萨宝记陀罗尼 入三邪托门 正得中道的五楼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修行他必须要 大乘菩萨在前半段的时候 是共生文学的 他还是要把生文法的这种三十七道品 生文的界定会拿来 当作菩萨的一种破除黑暗的光明 使命成就三邪托门 空无相无厌 对三界的国报不深哀咬 前面的四次地 传传简校 是了解问题所在 这个地方的调试道品 是实际的去解决问题 用三十七道品来解决 你的前面的障碍 第七 用前藏东法门驻开十项 你要知道 开方便门是真实项 凡是藏东绵言四教 后后一定涵开浅浅 不可能说别教 就完全拒绝藏东两教 也不可能原教去拒绝别教 没有这回事情 后后一定涵涉浅浅浅 更以义方便驻显第一 我们看第八 善知信住形象地等庙 区位差别 重不畏涛及上圣 你要知道为此 避免以凡难圣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 菩萨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 就是辟谈个人的果证 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你不是僧文人 僧文人他不积极六度的资粮 他对佛教没有太大影响 他可能一辈子就在山中过 所以他知不知道位置 对他顶多影响到自己 但是菩萨道一旦修到末期的时候 你有资粮力 你的讲话有影响力 不管在家住家都是这样子 那么你一旦谈到你个人的果证 一旦不管你念佛 有些感应神通 你讲出去 这个叫做过人之法 那么这个过失 按照任元经的说法 比干杀道一旺还重 因为你做杀道一旺影响到自己 你今天妄谈你个人的果证 你说你念佛的时候有什么 看到什么看到什么 那么你这样子有三大过失 这不是伤害到你自己 你对整个佛教界产生三种负面影响 第一个误导众生的知见 所有的佛法都是让众生回光缓照 你可好 你这么一说让真讲大家的向外叛眼 这种果证是佛教的副产品 你中道真如法身显现 你什么都有 但得本不从末 那么你今天妄谈个人的果证 好谈感应神通的后果就是 激发众生的攀岩心 本来众生就很有攀岩心了 结果大家就不误修行了 追求外在的东西 你给众生一个错误的引导 所有的佛法都是要你向内带 结果你开 人家本来是正式正见 听你开示以后变得向外叛眼 你惨了 念佛以后他不老实 开始看看佛来了没有 这不是你害的是什么 念佛法门求一心不乱 结果你求感应神通 你把众生的心往外带 第一个误导众生的知见 第二个扰乱佛法的次序 你很容易让人家误解你是圣人 你就跟反复不一样 而事实上你是反复 感应跟正德真理是两码事 但是一般人没办法判断 那么你会被人误会是圣人 但是你的身口一表现是反复 会让人家觉得圣人不过如此 你这个时候扰乱佛法的凡胜次序 整个社系大乱 凡夫不像凡夫 圣人不像圣人 你第二个过时 第三个破坏众生得度的因缘 众生各有各的因缘 每一个人跟哪一个上次有缘的 是过替身住好的 你讲过人之法 别人都来攀岩你 他本来跟某一个上次是学得好好的 他可能有成就的 结果他一过来 大家都跟你跟你学 结果你也不能把他带好 结果他又离开过去的上次是 这破坏他得度的因缘 佛法的因缘 不能有人为操作 只能够顺其自然 该谁度化就是谁度化 不能有个人的人为的操作 你一旦讲过人法 那所有人都来亲近你 当然这个正常 所以佛陀要所有的菩萨 你有任何功德都不能够宣扬 因为你不能扰乱佛传的士气 你不能破坏众生得度的因缘 他跟你没缘就没缘 这不是哪一个人高明的问题 除非有一个例外 临命忠实 你将走了 可以 你露一手给大家看看 这个可以 因为你露完就要走了 那你是在证明佛法的功德 这个时候你选选过人之法 问题不大 因为他要的亲近你也不可能 但是你一旦讲过人之法没有走 那你问题就严重了 误导众生的自戒 破坏众生的 得度因缘 老乱佛法的秩序 这三个过程你扛不起了 按照任根基的说法 比个人造杀到以外的过程还重 因为众生的上根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结果都破坏了 好 我们看后面的九诗 九 离为顺强软二贼 测十姓位入于十柱 十 离相似法碍 测三十姓另入十地 前面的三道八是整个因地的修行 我们应该怎么修止观 怎么调整心态 遇到障碍怎么面对 到了第九呢 就是说当你的功德显现的时候 障碍显现的时候 你要能够远离 当然就是 你还是用你的空振剑跟不低心 来引导你自己 走出顺利两种的贼 使令从实性到实柱 最难走就十姓位 因为理官薄弱 那么业障太重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净土中就是从实性位就要求生净土 因为实性位的问题最多 你的身心的障碍 外在的阴言 可以说内忧外患 但这个时候当然你一定要靠你的愿意 跟你的智慧来化解问题 第十离乡式法碍 这个特别指的是禅定 测三十姓 内凡的三十姓 入实地的身位 这个画面的引离 两种障碍 顺利两种障碍 跟离法碍 我们要说明一下 尤其是大乘菩萨更重要 因为你这个大乘菩萨到后半段的时候 很多殊胜快乐的进阶现前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美国才就发生一件事情 说美国有个乡村 有个退休的老妇人 她是基督徒 她退休以后 她没事干 她就每天骑脚踏车 早上骑到教堂去做义工 手地啊 这个猫桌子啊 什么事都干 那么她 她每次都把教堂整理了 干干净净的 每人做完法废 等下走了 她就留下来做事情 所以很多人蛮感激她的 有些人就会买一些巧克力啦 饼干的去送给她 有一天这个老妇人说 我这身体发胖了 我不能再吃甜点 她说你们不要再送我甜点 大家想 那不送她甜点送到什么好呢 她就把这个钱集资 送她一张彩票 那么后来呢 她那个这个彩票 其中一张彩票啊 她得了第一特奖 看这个彩票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你要人买得多啊 就钱就多 人买得少钱就少 那么这一起的彩票呢 她得到500万的彩金 那么她得到这个彩金以后啊 她拿一部分钱 把她的房贷给还了 然后拿一小部分钱啊 就布施给一些 给她买彩票集资了 剩下的钱 全部借给教会 隔没几天 照样骑脚踏车 去教堂做义工 那么这件事情 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啊 记者就亲自去访问她 说你怎么能够把这些钱都捡出去呢 你那些买台车来开开多好呢 你知道这个人怎么说吗 他说我是一个上帝的子民啊 我所做的一切啊 都是上帝要我做的 如此而已啊 这钱对我来说没有用啊 我是一个上帝的子民 我只是做上帝 让我做的事情而已 所以他这个愿意 这个目标啊 就可以看到目标明确 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中间 如果产生操作 那很可能你一开始的愿就不发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实行为 就是你这个愿意就发的不对 或者发的不好 所有的大正佛法都会经过这个人的过程 因为大正佛法都强调积极资良 都会负责三宝 有可能你的福报力会提前现前 但是你得走过去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的资良力啊 最好不要用因果来报答你 没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用真理来报答你 第二个用佛性来报答你 这个最好的 当你拒绝了因果的时候 那法性就要报答你 当然你接受了因果 那法性就消失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你记记着人天佛报 你好像吃亏了 那可没有 你是有智慧的人啊 所以一个修行人 他必定是从外面的业果 慢慢慢慢回归到中道实相 在网内回归到真主佛性 你必须要记住所有的东西 佛性才会亲自出来报答你的 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别教就上到这 好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 这个中道的实相 我们讲到次第的调伏性的实相 空甲中三观 到了我们下一堂课 言教那就不一样了 那是言容无外的 但是言容无外的实相 跟次第的调伏实相 在操作的时候 是互相相辅相成的 言教 要靠别教的帮助 别教 需要藏东两教的帮助 所以实际上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 释教都有意义 只是说 你必须用后面的道理 来修前面的法门 道理必须要圆满 你用后面的道理 来修前面的法门 那么这样子才是一个圆满的回归 好 有关别教的修学有没有问题 好 请说 师父慈悲 弟子律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按照天台的修行策地 是不是要到实行位 才有资格受菩萨戒 那没有 没有这回事情 实行位就可以受菩萨戒 你 你如果没有受菩萨戒 你的愿力啊 愿力 跟誓愿是有关系的 你不发誓愿 你的菩提心啊 是空洞的 菩提心 没有誓愿力的摄持啊 这个菩提心 你说你上学活到消化终生 这个是很空洞的 菩萨戒就是发誓愿嘛 那有没有说要到什么层次才可以有资格去受这个菩萨戒呢 我看他这个里面的内行就是说 他这个菩萨戒是心理准备好就可以受菩萨戒 心态准备好 因为受戒是一个阴地 不是说我修得好修得好 你就不用受菩萨戒了 受菩萨戒就是我准备要开始改变自己了 你就要受菩萨戒了 心态你有这种准备 我要开始学菩萨道了 当然你这个根本烧到一万仲介不能换 吃素这几个基本的思想 对不对 其他的都可以慢慢来 都可以慢慢调整 师傅那弟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一星三光就是一个概念 那这个后面的东西呢 你问的是后面一星三光呢 那这个别教的空甲中即空即甲即中 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逆言对境的时候 就是用别教这个空甲中三光 如果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当然是用别教的空甲中三光 那原教的一星三光就是一个概念 你知道了你懂了就是OK啦 然后就是操纵的时候 原教的一星真如是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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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而已 他不能动明眼 一动明眼就是赤地了 别教的真如是要如理思维 他要动明眼的 要有法意的明眼 言教的真如 动明眼就不重用了 就不能动 知 覺知 有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你好像对言教很有兴趣 不过这样子我想我们 言教跟别教 其实走大圣菩萨道 这两个都是有需要 但是事实上 我们是站在言教的角度 来修别教的法 那么按照叛教 你演入言教 因为叛教是看你是 你用什么思考模式 用什么概念 他不堪对峙 你看别教的法 很多都是用藏东两教来对峙 尤其前半段的实信会 他也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 他的方便门 也是用藏东两教的生命议员官 无常官 但是他发的不得心 他安住中道的实相 他还是别教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理论 要占得很高 下手要从最低的地方下手 理官要圆满 事修要务实 整个藏教的 藏东别人事教的叛教 就是这种概念 就是说 你的目标 你的理想 当我们在无量的妄想当中 种下第一个种子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你这个第一个因种种错了 表示你后面的行为 都是从这个种子开展出来 这个种子会变成两个种子 两个种子变成四个种子 四个种变成八个种子 你一步错就盘盘错了 等到你后面再来调整 那就非常的不好 我们在妄想当中 种下第一朵莲花 必须是圆满的 虽然是少 但是它这个种子是圆满的 那么你能够从 第一个圆满的种子去修 虽然你修得很少 但是你从第一个圆满的种子去扩散 你就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 这个叫做直期保守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就马上想要去做 其实不对 因为你已经做错了 再来调整 那是很要命的 你看花花镜上 你沾满了满身的法质 再来调整 你就很被动了 我讲实在话 你在成佛之道 你最好刚开始就走对 否则你后面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就是说 你一走就走上正确的道路 这个最好 那你就必须要建立 圆教的思考模式 当然你可以用 张东别的方法来配置 这个都可以的 过程可以用张东别 但是你的愿力跟思考模式 一定要是正确的 你就是说 你一开始就要站在 佛陀的这个知见 开释物的佛洛字 就是说 什么是佛陀的思考模式 你必须要弄清楚 就是一道事情 佛陀是怎么思考的 你的第一步对了 你后面全部都对了 不管你用藏教 甚至于净土法别也是一样 你用原教的角度来念佛 你到了净土 你跟一般人还不太一样 佛陀跟你说的法 跟一般人说的法 还不太一样 所以说 这个总性 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 过程 你就看一言半事 我们讲到这 上下文长复在来日